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理医院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会求谁去帮忙 我也经过那个大使馆 还有那个 我也有报案嘛 后来他们也没有得到消息 但是我首先澄清 他们以为我女儿是在 叫什么好像是不想回家 不想回到我们中国 好像是黑在这边 但我澄清一下 我女儿绝对不是想留在这边 不是不想回去 因为我女儿找到跟我说了 她说妈妈我想 就是买了二十七 那个上个月的二十七号的票嘛 是二十七号下午四点半 她说你到沈阳桃仙机场去接我 我女儿说妈妈你给我包三叶馅的饺子 她说我还要吃你包的饺子 是你包的饺子 对我女儿 她说妈妈我都已经待不下去了 我不想等到日子 还想马上回去 她说在上个月她可以再去接我 是的 但是昨天我有到那个 一到的时候 曾经男先生有带我去我女儿工作的地方 我一看那个地方 简直好像是 那个地方好像是不是人待的地方 也没有几个人在那上班 我感觉我女儿站在那里 好像受了很多的委屈 昨天几点去她的地方 我们昨天下了飞机差不多有两点左右钟吧 凌晨两点 那时候 那时候酒栏还没关 对酒栏还没有关 我一看那个人传给我女儿受了很多的委屈 我知道我女儿受了很多的事情 我肯定不会让她来 我女儿受别人家骗了 你了解你有多恶劣 我感觉好像无法幸福我 我昨天一进去看前面的场面 好像不是人待的地方 没有几个人 是很简陋吗 还是顾客的 看起来是什么人 也没有几个人了 我看也没有 我不敢说他们不算什么好人 我只是先自己了解一下 看一下情况怎么样 我一到那边 我一看这种情况 我女儿真的是受了很多的委屈 因为一开始办这个事情 别人都有跟他们讲 她说这个地方多好多好 她说工资也很高的 她说我女儿唱歌唱得好 怎么样到那 肯定会挣很多很多钱的 所以我以为我女儿是被人家骗了 我知道我不会要我女儿来